各位书友大家好 我是朱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这个一字旁的一个写法 这样写 好 首先我来先学写一下这个一字旁 第一笔可以写成一个右点 可以写成一个这样的点 这样的撇出去 看见这个树是垂直树 这个树和这个点 它不在一条直线上面 这个树在这个点偏左一点 然后这个片写小 这个点也要写小 这个片也要写小 这个点基本上它的最右边也是一样 伸左让右 第一个点 它是一个尖的 顿比右点了之后带个尖 这个横扛肩起笔的角度 大约45度 这个地方需要顿笔 顿笔 横扛肩 扛肩 这个地方顿一下笔 然后呢 然后呢注意这个撇的头 然后呢注意这个撇的头 近 度 尾 也就是它的笔画 粗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这里面的这个轮廓线呢 基本上是直的 这一个上方的能过线也基本上是直的 好 这个树的起笔呢 非常关键 它在这个撇的长度的中间偏上一点 写着一个树 游戏呢 倒出中间 中间的这个角 这下方呢 这是一个垂路树 这是垂路树 撇一定要把它给收紧 这个地方呢 要收紧 这是这个一字旁的一个写法 要写法 然后这个撇的尖不要超出横的起笔的左边来 好 这是这个一字 我们来学写一下带有这个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写这个粗字啊 我就直接到这个这里讲啊 这里扛肩上去 这个地方撇出来 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个地方的笔画要重 横起笔顿笔了之后 扛肩转折之前变细 这里顿一下笔的之后过来 外方类缘角度大约45度出这个沟啊 这是这个初置的一个写法 也就是这个一字旁的一个写法啊 今天的这个一字旁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这个写法